藝術的力量可以治癒疾病 小兒麻痺症過去在全世界都很流行 在各界努力之下 現在全球只剩下兩個國家 還沒被根治 佛倫基金會推出了慈善音樂劇 希望透過募款繼續落實 小兒麻痺的根除運動 千古帝王秦始皇磅礡登場 國際佛倫三五二三地區和藝術工作室 將在十一月演出史詩音樂劇秦始皇 這場慈善藝術饗宴 所得要拿來挹注小兒麻痺的根治計畫 小兒麻痺曾在各國高度傳播 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佛倫 包含企業家比爾蓋茲 每年都投入大量資金 如今防禦有成 只剩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兩個國家還有個案 今年其實我們真的是加了很多的料 不管在音樂上 演出上 舞蹈上 還有武打上 即便是在疫情當下的狀態 還是飛到日本去做了一次的錄音 費十三年精心打造劇情 演員們竭盡全力演出 古典華麗的視覺震撼 帶出秦始皇 夢江女剛柔並濟的情懷 小兒麻痺的根除計畫 也隨著藝術氛圍逐步落實 華爾新聞 張仲潔 梁洪志 蔡婷玉 台北報導 北俊潔 梁洪志 蔡婷 北俊潔 梁洪志 蔡婷 北俊潔 梁洪志 蔡婷